剛剛其實這個我第一個是加一個k 所以本來是只有 我其實是拿那個美元折線圖的這個拿來複製 所以本來只有兩行 那我把它改了 萬一加一個回圈嘛對不對 所以以後假如你要重複做什麼事情的話 那第一個啦你就想到那個回圈 要跑幾次的話 你就看你那個回圈數量 比如說要跑十次嘛 因為b到k 不然剛好十次 不過你說老師那個數量 假設我不知道的話怎麼辦 那沒關係你可以用追蹤的啦 那追蹤的話其實就是怎麼樣 有點像是你說可不可以向右追蹤呢 其實當然也可以啦 我們之前是游標放這邊對不對 然後ctrl向下 這個叫向下追蹤 那如果我想要向右追蹤對不對 那也可以啊 ctrl向右 Ctrl向右有沒有 那它會停在k啦 那k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 它回來的追蹤到的結果 它不會給你一個k 它會給你的是一個數字 第幾欄的話 它回來得到的會是數字 而不是文字喔 那你怎麼知道說 得到的結果是什麼啦 當然呢 你不一定要寫個程式來run它 好像我之前有教過一個方法 檢視嘛 這邊有個叫即時運算視窗 所謂即時運算視窗就是說 如果假設你不知道說執行什麼樣的程 那一行程式的結果是什麼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在這邊 就是用這個 檢視 即時運算視窗 我習慣是記那個ctrlG ctrlG就是直接跳 那如果你要runrun看的話 你可以打一個問號 問號 空一格指的是 要把什麼資料給列印出來 那我要列印什麼呢 我想要把那個a1向右追蹤到 就是有點像這樣 把游標先放在哪裡 放在a1 ctrl向右 它會停在k這個地方 那你幫我把k的這個 不是文字喔 而是數字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第11吧 把11這個資料幫我取得啦 這個程式怎麼寫 你可以打一個range 刮幅之後 一樣從a1追蹤嘛 追蹤應該還記得 點end 這個還蠻重要的 然後呢 前刮幅之後的話 我們之前都是xl done嘛 那你可以什麼 to right 有沒有 那現在還可以up 反正就是上下左右嘛 一個範圍總會有邊界嘛 它會停在一個連續範圍的最右邊 記得喔 一定是連續範圍 所以你上面不能說欄位名稱有空下來 空下來一定會失敗 ok 然後to right 後面的話呢 我們再加上點什麼 因為我要取得之前是點column column column是藍喔 可是我現在 不 raw 之前是raw 現在的話 因為是右邊 它的是藍 我要取得是哪一藍 所以記得喔 你就打一個column co 有沒有 lum um 這個啦 就column 那跟剛剛那個column 不一樣 column 是一個物件 指的是藍物件 有多s喔 可是這個column 是指的是屬性 屬性指的是這個藍的數量 是哪一藍啦 ok喔 所以呢 如果假設我把它打完之後 你按個enter 你會發現它得到多少 11嘛 所以呢 那你說老師 11跟10 相差1嘛 對 沒錯 所以如果假設啦 你要比較精確的 應該要減1啦 為什麼要減1 因為其實A藍應該扣掉啦 所以 任期A藍要減掉 所以如果 假設比較精確的寫法 應該是 把這個 先複製下來 然後你就直接把它貼到這邊來 然後直接怎麼 減1就可以了 不過嘛 前提喔 如果你需要寫這個前提是 這個藍的數量會變動 的時候 之後 你才需要 加這個敘述 可是呢 以後 如果這個藍數 永遠不會變動的話 都固定是 總共10藍 都固定的話 那我不建議你寫啦 因為我覺得你 你幹嘛要去追蹤 本來都固定一定是 一定是 10藍 那你就乾脆寫個固定就好 所以這個地方 加不加 其實我覺得到 沒有影響的話 那我覺得 如果沒有影響 你乾脆寫固定算了 反而比較簡單 我只是順便講一下 如果假設 你要向右追蹤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啦 因為常常同學問說 老師可以向下追蹤 可不可以向右 當然可以啦 向上也可以啦 向左也可以 好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順便講一下 你順便可以學一下 這個Ctrl G啦 OK 在這邊可以把它print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呢 我們剛剛那個 37這個數字 因為明天的話 變38 後天可能變39 那每一天都不一樣 所以你假設 你這個數字寫固定的話 明天可能抓不到 最下面那一列 OK 所以喔 這個地方該怎麼改呢 當然一樣啦 我們需要 把這個37 這邊好像有兩個 有兩個37 要把它改成向下追蹤 可是向下追蹤 我剛剛寫過啦 就是向下追蹤到的 那我們其實應該寫在哪裡 比較OK 就是你寫在回圈裡面 或寫在回圈的外面 哪邊比較好呢 回圈裡面 不過我是建議啦 你最好 我是比較建議 你把它寫在回圈的外面 為什麼 因為這個位置 它不會一直變動 所以如果你寫在回圈裡面 它每次又偵測一次 每次又偵測一次 滿浪費時間的 你乾脆呢 就是 在最上面這一行 加一個變數 也許叫R好了 R等於什麼 向下追蹤 所以這個可能就是 再把它寫一下 Range A1有沒有 然後呢 把它向下追蹤 用END 然後錢瓜虎向下這個 取得它的列 那今天的話 也許這個R裡面放的就37 那明天的話38 所以這個R一樣 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OK 不過 這個地方一樣 會有幾個問題 就是說呢 因為呢 37這個位置 它剛好是在文字串的中間 它不是最右邊 因為最右邊有一個逗點嘛 所以呢 一樣 把 剛剛的規則再做一遍 有沒有 37選起來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E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R就可以了 然後把END前後空白 這樣就OK 第一個R加上去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這邊有個37 不過你會發現 37剛好前面跟後面都沒有別的東西 所以如果前面跟後面都沒有任何東西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直接把它改成R就可以了 OK 因為呢 它 就直接就是它了 所以你就直接把37刪掉 然後加個R 這樣應該就OK了 所以這個可能會 所以 需要特別小心 37的部分 一樣把它 串一個R 然後原來的37 把它改成R就可以了 我們來試試看 理論上應該這樣就OK了 然後 亂亂看好了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來 一樣把這個地方 我先把 那我剛剛也做了幾件事 就是把按鈕也順便做一下 所以剛剛寫過的東西 順便把它整個 加上去 然後按一下 來 增錯一下 等一下 這個R 我看 前後雙贏 對 哈倫 不是那邊錯 不是那邊錯 是這邊寫錯 看出來嗎 對 只要打一個1 OK 看 成是寫錯是必然的 沒有人那麼厲害 這一堂對不對 對了有沒有 所以其實不是那邊錯 OK 我對那邊應該有信心 反而是看一下 原來打錯字 可能打太快了 OK 它底下應該都OK了 所以讓它跑一下 這個應該會過 OK 然後讓它全部跑一下 應該OK了 有沒有 執行一下 然後三圖 也沒問題 OK 所以 這個向下追蹤 這個就是會比較困難一點點 但是這個恐怕沒加 應該也會是個大問題 所以我Ctrl是一下 我再把它復原一下 因為這個實在是很容易出錯 原來是長這樣 所以我剛剛是先加這個 Range A 所以你看我漏掉一個AE OK 然後向下追蹤 到一個R 所以這個應該是37 那為了要把這個R 放在這一個 跟這一個的位置 特別注意 這個37 剛好是在一個文字串的中間 只要它前面跟後面都有東西的話 那就用剛剛那一招 就是選起來之後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R 這招應該是不會錯 因為我反覆試很多次 這邊沒有出現過錯誤 所以應該是OK可行的 而且這個應該是 大家比較可以接受的 我發現我每次解釋半天 好像同學都還是不知道在幹嘛 反正就串一個東西在中間 那這個的話 因為它前後都沒有東西了 沒有 37都獨立 前後是雙引號 表示這個是單獨一個自串的話 那其實你就直接把它改成R就可以了 可是我同學說 老師那剛剛那個前後雙引號這個怎麼辦 跟各位講 VPA的規則是只要遇到and符號對不對 它本來是37 它只要看到它旁邊這邊有一個and 它就會自動轉型成文字 因為and符號就是串文字的 所以如果是文字後面遇到數字 它就會自己把它轉成文字 所以剛剛同學說 是不是需要加錢 不用啦 因為這and本身就是會自動轉型的 所以你不用特別去跟它講要雙引號 反而你加上去會出錯 OK 所以這個地方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OK 那這個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加了之後 其實程式真的會變得蠻複雜的 那這個最後其實我加的程式碼在雲端百百地八頁 就是剛剛講的這個東西 就是改為向下追蹤 多一個r 然後串一個r在這個字串的中間 然後and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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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